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美中贸易战一直打 但是大陆股市却不跌 今天陆股是上涨的 上证指数涨幅是0.2% 深层涨了0.67% 另外创业板涨了0.5%的幅度 可是人民币今天再创新低 人民币的汇价 今天占人民币扁到了7.18了 真的是扁得非常凶 整个8月份人民币大扁将近快4% 这扁得非常的厉害 9月人民币又继续的连续的走扁 已经连三扁了 看起来人民币的贬势 仍然没有告一段落的情况 台币今天是扁三分 收31.432 今年以来台币大概扁值的幅度 将近也要快3% 2%多一点点的幅度 所以说亚币今年除了日元以外 其他大概都是整体走扁的态势了 美元指数非常强 美元指数已经来到了将近快100点 这个是很强的走势 这样的情况 今天台股却是在亚洲股市 没有明显拉回的情况之下 出现了单独比较大的跌势 日本股市今天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跌 今天日股市平盘的情况 韩国股市也是只有小回档 0.18%的幅度 即便是香港股市 恒生指数 今天的回档幅度也都不大 0.4% 但台股今天突然拉回了0.7%的幅度 这个亚股里面算是比较突兀的跌势 那这到底要怎么观察呢 你归咎在美国电子盘 但是其他的亚股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跌势 那另外是不是外资 今天又出现了比较大的期限或卖超 将近140亿 我们赶快来请教万保投雇的投资总监 蔡明璋 蔡总监 总监你好 穆华各位听众大家好 蔡总今天供际线不成 反而拉回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有一点感觉起来 台股拉回幅度有点大 那同时在亚股里面相对也比较突兀的拉回 不晓得您的看法如何 还有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拉回之下 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操作要领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来说明一下 因为每天我对我的粉丝朋友 盘前跟盘后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免费的语音 那今天的开盘之前 我就郑重的警告 今天是会拉回 除了刚才穆华提到的一个季线 季线大家都知道了 技术温馨的生死线 那既然是生死线 你用1000亿的成交量 昨天是这样 今天也是这种的水准 你要供季线 就恐怕是 不容易 不容易的 那第二个应该是最重要的理由 现在到目前中美双方说 来我们来谈判 好好谈 坐下来谈 但到目前时程都没有搞定 哪一天 那是由谁来谈 那这一次理论上应该是 中国的代表到美国去谈 但是到目前这个细节 重要的时程都没有拍好 那现在传出来是什么 中国是说第一个 他们国内民主主义的高涨 所以现在不可以对美国软弱 这是最重要的 再过来死猪不怕滚水烫 反正我GDP就这样 6%多 对不对 我公布的制造业PMI 就是49.5% 最坏差不多就这样 他们已经从去年 适应这种的状况 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反过来看你美国 通常是由奢入简难 美国从QE之后欧巴马的时代 到现在川普 美国是相对其他的国家 日子经济过得比较好的 股市也比较好的 没错 好 那你过关的这个生活 现在给稍微一点点的不好 你就痛苦了 那熬吧 熬不到一年 熬一年左右来投票 美国大选 所以中国是以拖待变 要拖垮川普的险情 尤其他这一次加这个关税 针对了能源 然后呢 这个农产品大豆 还有一些的这些产业 这个都会击中川普的选票票上去 今天还有一个 刚才华为还主动公布什么 美国九大罪状 我从来没有看过华为这么敢讲 你看全世界哪一个 我不要说公司啦 连国家都不敢去讲美国九大罪状 你现在连北韩金正人都不敢讲啊 是 你今天我们等下听众下去看这个九大罪状 OK 哇讲得很清楚啊 我挑一个啦 他说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上门来访谈 还强迫华为的员工做不实的指控 哇连FBI都把他点出来 是 那理由是什么你知道 华为就说 因为我们技术领先你们啊 对 所以才怕我们啊 所以我在想说 连华为都把九大罪状给登出来 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啊 即便真的有举行了 也没有用啊 对啊 对就是大家 完全翻脸了嘛 独理行仪 见个面 然后呢 谈个一两天 嗯哼 也是没结果 我觉得会是这样 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九月的变数 因为台股今天为什么会跌 最主要说 台股是比较贴着 比较不贴 这个阶段啊 比较不跟这个 入股啦 对 是比较跟美国股市 了解 所以你看今天外资就提前卖超了71亿 那所以我认为 九月份的变数多 但是我也不认为说会像八月 八月是跌了很多了 虽然后面拉了起来 不过整个八月的月线是跌掉200多点嘛 是 所以我认为九月份啊 比较会在是一个区间 下面可能守 我想10180那个位置 我们抓个整数 10200就一万零两百点 应该是会守得住啦 但上去的话 我认为真的只有中美贸易啊 达成了部分的协议 全部的协议是不可能啦 部分的协议啦 比如说啊 我们暂时啊 不要再去加征关税啦 有这样的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所以上涨啊 可能一万零七百点 就近线过了 那个地方就差不多 那真的要达成协议的话 一万零八百点才能过 所以未来九月份的就是一个区间 那九月份的变数很多嘛 大家都知道嘛 包括苹果新机的花表嘛 这个是台北时间的九月十一号 然后九月十七十八 美国联总会的立地决策 也不保证 那个包威啊 会听川普的话 川普现在是讲啊 欧元已经跌到那么低 然后人民币也贬值 你这个联总会主席 你干什么的都不动作 意思就是叫你再降息啦 而且降多一点 那只要降息了以后 美元就会跌嘛 那现在没有啊 刚才木娃提到了啊 我也吓一跳 美元指数这一两天 又九月九快一百耶 快一百对啊 快冲上99了 那有人讲说 现在新的恐慌指数 就美元指数啦 对 不是那个biz啦 美元指数假如来到99一百的时候呢 其实对整个新兴市场的股市都不妙 当然这个操作面 可能这个月 我觉得要灵活点 上下抢价 价差 那要选对股可能还是重点 好 所以刚才总有讲很清楚啊 应该是九月是一个区间行情啊 区间行情的话 当然呃低点先以八月的低点啊 这个八月初的10180的低点啊 那个附近来看啊 高点的话啊 呃季线以上 这个10700啊 这个除非有大的利多消息啊 不然的话 恐怕要往一万一千点这个位阶走啊 大家也不要那么乐观啊 所以九月如果是呃一个区间的行情的话 那当然就是需要在区间内 大家找一些好的股票来操作啊 当然是低进高出了 好这绝对是必要的策略 高呢 你不要去追高啊 这个往上走高啊 可以逢高有赚调节 低下来也不用太紧张 好有好的股票 呃跌多了 可以减一点回来 好像今天呃 个股的部分啊 本来非常强势的IC设计的龙头联发科啊 好今天就率先拉回啊 哇今天联发科跌的蛮重的哦 今天一跌跌掉了6块半 呃跌到364块 本来呃这两天还创新高的行情到370块之上 好但今天呢是领先拉回 另外呃就是在散热的族群啊 哇也是连续拉回了三天 我们刚讲像双红啦 太硕啦 呃操纵啦 这些股票先前都是当红榨子机了 就没有想到今天呃连续三天的拉回幅度这么大 也把这个市场啊给吓了一跳 好所以说呃到底该怎么样操作强势族群啊 哪些拉回可以低接呢 这5G概念应该还是主流了哈呃所以怎么样去检视他的竞争力跟他的合理本益比哈那拉回哪一些族群可以找买点啊哪一些要逢高调节这边要继续请教蔡总监 对所以这个今天就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来说明这个产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那今天我在我的粉丝团里面啊盘后这个部分我也讲了这个重点那我现在在把它的一个结论啊那也分享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啊 因为我今年年初一路哈我们就是追踪了5G供应链5G概念股先从激励台的5G建设但是未来我们看好了5G的手机 是那这里面提到了哈就说我们的听众要一个正确的概念嗯嗯你假如要看啊大型的科技股请看美国啊但是你要看5G的概念股请看大陆对啊这很重要为什么现在哈这个华为大概在2020年就是明年 嗯全球5G的手机大概2亿支华为会占一半一亿支是啊啊剩下的就是那个三星啊加上明年的话iPhone会有5G的这个规格出来啊然后呢5G的基地台目前中国大概会占全世界的一半是所以听好手机5G手机华为一半华为一半一亿支中国一半对哇那你股票一定要看这边吧 对哎很多人都不知道哦嗯嗯很多的分析专家也不知道我现在跟各位报告你不要看路股现在好像普普哈嗯但是呢跟5G的股票不要很凶是我们来从几个面向来看啊第一个现在5G的这个基地台的部件当中呢用到的材料以前我们讲过的铜箔基板铜箔基板的话呢中国第二大的铜箔基板生产商叫做 生意科技那呃呃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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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的产品呃呃呃呃呃呃都涨价了5%嗯嗯发出了这个开出了涨价的低价啊那生意科技最近一个月股价在大陆股市从14块的人民币飙到27块的人民币 漲了100% 今天还涨8% 今天入股的大盘是上阵市小涨0.2% 它个别股飙8% 所以铜箔基板的股票 看这个样子你就知道 应该还有后市 那剩下就说铜箔基板 今年你看连茂 台药台光电飙那么凶 难道不要整理吗 这个可以基数面 你看它整理的时间 比如KD值很低 或者已经进入了一个超卖 你就可以看生意科技竟然这样涨 这个后市不会差 再过来 下一个要涨的是PCB板 就铜箔基板是上游 PCB板的话是下游 PCB板的话应该会跟进涨价 那我们来看一家公司 这个跟台湾有关 男子电 我们知道男子电今年飙100多% 他转投资一个大陆的叫富电 也是华为核心的供应链 最近两个月11块到25块的人民币 涨了130几% 两个月130% 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再创历史的天价 所以你看最近PCB板 哇 要华的男子电 不要换天对不对 包括今天你看华人虽然卖超 那个要华还在买超 为什么本益比低 市场估差EPS可能2块3到2块4 哇 这一波上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忽悦这一档 那这个我也帮我的会员都锁定了 再过来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IC设计 IC设计为什么在5G的手机的时候 会看好 假如5G的基地台的建设的时候 跟IC设计关联不大 但是假如是手机的话 因为未来的高频高速的5G手机 规格都改变了 规格改变的时候 谁要去做设计呢 IC设计 他们要做设计 比如说莲花科的5G的这个单晶片 会在2019年的年底到2020年的DG量产 这个速度会跟高通差不多 那我们知道高通是跟三星合作嘛 用7奈米EUV 极纸外光制成的 那中国的部分是海思 华为海思 它也会出来 但是海思通常不提供给其他厂商 就自己华为用都不够 所以到时候莲花科会获得 中国品牌手机的采用 像OPPO、小米、Vivo 都会用它的单晶片 所以IC设计的这一组的股票 应该是未来也看好 这个部分请大家耐心等待 为什么 因为这两天成交量就缩回一千亿 IC设计大部分都是高价 大部分是高价 百元以上 所以大盘的量缩都下来了 但是有一个族群 我有可能要提出警告散热 本益比太高吗 当然散热在5G的当中 它还是大量的使用 不过今年因为台湾的散热厂 接了很多的订单 甚至包括了三星的订单 所以他们厂商都大量的增产 我就举一个例子 双红 双红一个月600万片的产能 提高到明年的上半年是800万片 等于增加了30% 产能增加了30% 那其他的像这个操纵 泰塑 齐宏多扩增的产能 那我们听众要想清楚 产能增加那么多了以后 会怎么样 跌价 明年有可能就会价格的竞争 价格竞争之后会杀价竞争 所以散热的部分 我认为前景看好 但是股价面可能要特别的小心了 是 好这个也就相关的本益比的问题了 这个散热的族群 这一波涨上去 最近算拉回 但本益比当然还是相对蛮高的 这个刚刚蔡总所谈的 这个如果看明年的话 那当然你要做用 预估的本益比来做调整 那另外我们看到最近的金价 真的是飙到不行了 整个8月 所有商品里面涨最多就黄金了 金价8月单一个月就涨6% 而且是连续4个月的走高 今年以来金价的涨幅是达到17% 这个幅度其实不输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的 指数的涨幅 那金价很少 有这么好的表现 所以说在金价大涨之后 今年有另外一个新闻 涅价已经创了5年的新高 美股顿涨到18000块钱美金之上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印尼要禁止涅矿出口 这个提前两年的时间 所以说黄金大涨 涅价又大涨 那相关的供应因素有什么变化 以及呢 就是说黄金相关的概念股 这些相关的涅的概念股 我们可以琢磨在什么样的标的上面 总监蔡总怎么看这个相关的油料题材 我们也谈一下这个传产 其实不管是电子跟传产 永远是一个供需 那需求强一点的话 供给少一点 那价格就涨 但现在要涨价的概念股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铜箔基板 或者未来的PCV板 这个都会有涨价 但是在传产这个部分的话 今年以来涨得最凶的就黄金 大概今年以来涨了20几个percent 那我们老实讲 台湾的黄金概念股真的少之又少了 而且含金量也不多了 但是你不要笑它含金量不多 那个你看9955的那个加农 是 对不对 加农的那个黄金 那这个是不成比例了 但它营收是非常非常少 但请看它的股价 还是从10块出头到20几块 也涨了一倍 就在这几个月当中 黄金在飙的时候 黄金概念股的加农就涨了一倍 对啊 加农好会涨 对啊 所以你在笑它说 你根本那个含金量那么少 你也跟人家涨什么 真的就涨一倍给你看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看了 有人说这应该是叫妖孽 那个孽就是那个孽的孽 孽家的孽 对 妖孽 那刚才穆尔讲对的就是印尼 我们来讲一下印尼这个国家 从2017年之后成为全球生产涅矿 就涅了原料最大的国家 所以它已经是最大的 那大概占全球的产能是26% 主要是红土涅 红土涅最重要的下游的产品就是不锈钢 所以老实讲 现在比如说六缸的这个需求面 还并不是很好 可能是中美贸易战的需求的影响 但是现在它灭矿 印尼禁止出口了以后 整个这个供给大量的减少 而且听说另外一个也生产灭矿的国家 是菲律宾 菲律宾似乎也在减少这个出口 所以全球供需就紧张了 紧张之后 刚才沐海提到的伦敦的期涅 就期货 美公顿是逼近了一万九千美元 那我们讲个数字 今年以来它已经涨幅超过了60% 大涨 然后呢 这个大陆的负涅 负涅的期货 是涨了55% 哇 也爆料很凶 所以现在大陆股市 有一个传产股标的很凶 就是什么 在那个印尼啊 有去开采那个涅矿的两家公司啊 OK 不要出掌铃 那台湾你可以注意谁呢 我觉得你可以注意不锈钢 有两家 一家是张元 张元的上半年EPS0.35 但我们估第三季可能会跳到0.5 就是说第三季比整个上半年还多 股价最近才动 然后呢 在静止这个附近 股价差不多静止这个附近而已哦 没有超过静止哦 另外一个是隐强 因为他EPS最高今年估2.4 对哦 现在本益比大概在11倍左右 还是相对的合理 所以也不要以为说 传产没有这种情况啦 也许这个妖孽出现的时候 下一个这个加龙 也会在这些股票里面来复制的 好 谢谢蔡明章总监提供了这么多的讯息 给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可以特别锁定蔡总的粉丝团 以及蔡总持续为听众朋友 早上跟收盘之后 所做的语音 可以持续的锁定 锁定方式 等一下我们广告会有这个加入的方式 给听众朋友参考 谢谢蔡总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好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评估 明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速 将放缓到5.7 连6%都不保了 这预估值也蛮低的 当然应该也含美中贸易战的因素在里面 牛津研究所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在一份报告中 他说 虽然去年底以来实施的政策宽松 有助于缓和经济放缓的程度 但是他认为没什么用 他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放缓跟美国发生摩擦 再加上现在目前全世界的贸易前景疲弱 北京需要进一步放松 才可以提振经济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放松还不够 另外我们刚刚有讲 美元对人民币已经攀升到历史新高了 中国大陆现在目前要去WTO 要控诉美国 就是这种美中贸易战打到WTO去 但是大家都知道WTO这个东西 一搞搞几年 这个缓不济及 就算是盼下来对中国大陆有利 美国也不见得会甩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WTO只是一个形式 没有什么用 至于说中美两国的今年底 两国的互科关税 整体的税率很惊人 分别会上升到25.9%跟24.3% 这真的是打到头破血流了 这个20几%的关税 怎么受得了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民币势必对美元已经贬到了 7.18%已经是创历史新低的情况了 但是陆股却是走出另外一番光景 今天陆股市不跌反涨 整个8月全球股市平均 大概都跌2% 但是陆股其实是收涨的 户指8月份是小涨的 整个月小涨的盘势 上证指数8月跌幅也不大 所以感觉起来陆股蛮强的 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看 大陆的经久饮食 赶快来请教资深的证券分析师 季宏仁老师 季老师你好 孟华好 各位投资朋友晚安 季老师最近陆股颇强 美中贸易战打得这么剧烈 越打越厉害 但陆股却打不跌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想说中国大陆 他应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他应该看出来说中美贸易战 应该是个长期抗战 所以他会把这个 他的一个政策会引导 他自己内部经济体制的一个改革 我们看一下说在这段时间来 其实有蛮多的一个外在的利多因素 比如说我们说三大指数编制公司 比如说富时MSCI 标普标准普尔 大概都在8月到9月 将A股纳入他的权重 或是他的权重提高他的比重 扩容 扩容 对 比如说在8月27号 是MSCI从10%提高到15% 9月23号负责罗素是有40% 大概有40亿美金的金额 然后9月23号也是标准普尔 把中国内陆这个采样大概有100亿美金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应该有361市场估计 有360亿的主动式加被动式的资金 会在这一段时间内进入中国的一个市场 多久时间 就在9月23号 这个资金量不小 一兆台币 大概对2500亿的人民币 对啊 所以资金量其实是蛮充裕的 那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 其实比如说 我们说富生港通好了 富生港通在这段时间 其实是持续买超的 除了在上个月的一个 这个上半个月以外 8月初之外 其实他持续买入的 那累计到这一段时间来 大概已经买超了 大概今年以来 大概将近1200三百亿了 1200三百亿 是持续买入的 这是属于富生港通 是属于小QP这方面的 因为我们看到说人民币债券 这一段时间累计的发行量 大概有两兆人民币 是 两兆人民币 那我们看到上个月的话 人民币扁破7了 那是人民币债券的净买超 净买超大概有699亿 也就是说海外资金 其实陆陆续续有流到 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市场在讲说 人民币贬值 那是不是资金要流出 市场上有考虑 但是我们想想看到2005年之前 人民币汇改之前 它的汇率是8.27 对 从8.27一路升值到接近6 这段时间是扁破7 我们想到说 美元它可以自由的浮动 会有升有扁 那人民币难道没有办法自由的升扁吗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那人民币如果自由的升扁的话 那这段时间的扁值 我们可以想到说 我的资金 我工厂要外移 我的外移成本会增加 但是我海外资金 要进到中国大陆市场做投资 人民币可能相对比较便宜了 就降低成本了 降低成本了 那我的A股的位置 又是在四大底部区 历史的四大底部区 我们扣掉第一次 这个1994年那一次 我们不算 那是属于第四次 如果那一次算是第五次的底部区 对 所以相对来讲 你从本益比股价进市比等等 观点去看的话 它相对便宜 所以我汇率来讲有优势 我的股价又有便宜 当然就会吸引一些资金 流到中国大陆市场来 再加上MSCI等等三大指数 都在这一段时间 要将A股纳入权重 所以我们看到是 的确是有些资金 一直在流露这种迹象 那人民币您的看法 或者说您得到市场消息 大概会贬到多少 我们没有说会贬到多少 我们认为说这里 短时间来讲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满足点 短时间 那未来它会不会持续 再贬到哪个地方去 就看看美元指数 能不能持续走强 如果美元指数持续走强的话 其实人民币还有在贬值空间 因为我们记得说在前一两年 人民币它有人民币的指数出来了 它还有逆周期的一个调整因子 它在这边可以做适度的调整 那我们看人民币的贬值 其实相对其他货币来讲 也都是贬值的 相对美元来讲 只是它贬值幅度的大或小 那再过来就看人民币指数 人民币指数 人民币相对其他汇率它的贬值是幅度是大或小 或是升值幅度大或小 所以我们不能单看美元相对的 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走势而已 我们考量因素可能还蛮多的 是是好 那陆股经久银食的行情有影吗 我们看到应该是有嘛 我们刚才讲说 互生港通在这段时间 尤其在8月底开始 还整年 其实资金不断在流入所谓A股市场 再看看我们说 未来有一段时间资金会流入 我们看到内地的资金 机构法人 在今年上半年之前 中国大陆境内的机构法人 大部分是属于卖超的 然后在8月中下旬之后 才开始转卖为买 那在上个月短短的两个礼拜 他的买超大概六七百亿 六七百亿 然后在昨天 昨天又大买了337亿 今天又买了将近200多亿 也就是说境内法人 他也看到市场趋势在转向 QV我们现在的一个资金 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说 互生港通跟境内机构法人 他是持续做流入 做买超的 我们说法人不见得说看对行情 但是他是相对稳定的 他是看趋势的 所以他能够在那边持续买进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 他已经看到说市场底部的信号 应该慢慢在浮现当中 未来就算不是一个 所谓的灰山行情 至少他有一波的反弹行情 可以期待 好 那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少 另外还有就是香港的问题 会不会干预到路股的走势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请教金宏仁老师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文华 我们继续请教资深证券分析师 金宏仁老师来谈 入港股的股市的情况 那当然港股真的是压压屋了 受到抗疫不断的影响 这已经连续十周了 入股整个八月份 对不起 港股整个恒生指数八月大跌了7%多 今年以来恒生指数表现在亚洲 应该是敬陪莫座了 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港股 但是呢 入股会不会受到港股的拖累 或是说到香港情势的影响 继续来请教杰老师 杰老师你的看法呢 我们在看指数 如果纯粹看指数的话 我们被指数牵着走 但是我们看一下个别股票的话 在这段时间已经有五六百档股票 它是属于多少排列的 我们说入股 多少排列的话 价格在上 那短中长天起均线在下 形成多多排列 那这些股票大部分都是属于 所谓的中小创的股票 那属于白马股 或是所谓的成长股票 那我们如果会选股的话 或是会有些技术面的概念的话 我们做突破买进 底部形态形成突破买进带量 或是中段整理的形态 突破买进带量的话 这都是可以做选择的 那这段时间资金是涌向所谓的白马股 白马股就是所谓成长型股票 最主要是在消费科技跟所谓医药类股 那科技类股包括5G 未来发展的方向可能在5G 所以为什么这个川普要打所谓的华为 5G未来是不是只有手机个人用 而是变成商用 我们的无人车 我们的AI能控制 很多都是用到所谓的5G IoT嘛 这个万物联网嘛 对 所以所有的科技相关的5G相关的 所谓互联网之类的 这些相关提债股票 这段时间其实是很强的 有些涨了五成以上 对 那如果我们看指数 那你会忽略到这些 如果你看个股的话 这些机会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一样入股也一样是要选股 不选市 也是要选股 那另外看看说所谓 我们刚才提到过说 现在是入股的第四大历史底部区 那如果我们做投资的一个观念来看 投资长期持有的观念 现在你有低点逢低 你买一点其实不会吃亏的 比如说上证指数 虽然它涨幅会受到一些影响 或是护资300会受到影响 那重错买一点 时间拉长 你在这边应该不会吃亏 那我们说 香港股市会不会受到影响 有一个指数叫A加H 这个所谓的A加H 那个溢价指数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两地挂牌的 这些A加H公司 就在中国大陆挂A股 然后在香港挂H股的 这些公司所编制出来的一个指数 叫A加H 溢价指数 目前的位置在 130几点左右 129.35 相对来讲 是有点偏高 也就是A股价格比较高 H股价格比较低 他们说A股的价格 如果是在历史的低档区附近 那H股是不是更便宜了 H股更便宜 折价更多 折价更多 所以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但是短时间受到所谓的地缘的一个冲突的一个干扰 所以价格是有被低估的 那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海外资金 其实在路股上面其实有做调整 它调整的是港系的一个资金为主 所以港系的一个上市公司 就是大概前十大公司 十大集团 有八大集团是做房地产的 所以他们在避港系的这些上市公司 那有一些外资 在香港挂牌的外资是以英系欧系跟美系为主 这些外资的公司其实也有在做调整 但是陆系的资金 陆系的股票 就是说国际股红筹股 或是一些所谓的一个它的一个企业板块 这个民间企业的股票 其实还是在垫高底部的 所以这些股票的话它是在做调整 在做调整 所以这些的股票你可以慢慢去注意它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疑虑的 那这段时间我们刚才提到 外资是在买入股的 调整港股 然后它是在卖台股 所以台湾的股市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对啊台股呢您看法怎么样呢 台股今年以来 其实大体上还能就是在一万点以上 虽然说年初的就是一月开盘之后 曾经连续三天大跌到九千三百点 但很快也爬上来就在万点 keep住在这一波 这一波虽然回档 但是呢也守住万点 我讲的是八月份的回档 也守住了万点 您怎么看这个整个大盘的走势呢 台股我们看完 其实这一年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就是所谓万一之上就不玩 万一之上不管 它就是相对高 一万一千点之上就不要玩 一万一千点之上就散任 另外跌破万点也不要玩 跌破万点 所以万点一定要守就对了 一定要守 其实是10200其实就很重要了 如果再跌破万点 那其实它的走势 其实就会比较有压力 然后一万零五百上下 因为明年要选举 执政者会在这边互盘 所以在一万零五百点上下 会个别股会有表现的机会 所以它资金会轮动很快 所以你抓不住这个头绪的话 其实我们的建议是说 这种强势股票 如果往上推升爆量不涨 或是有形态出来 头部形态出来 你还是要做调节的动作 那如果大盘接近一万一千点附近 更是要做调节的动作 那选后呢 明年的行情呢 选后我认为说 要看国际的一个经济的状况 明年国际经济的状况 应该不会太理想 那我们刚才提到过说 中国大陆明年机器成长率 可能没有办法保六 但是我们想想看 其他国家有没有办法保二 台湾搞不好 明年如果美国经济衰退的话 我看不要说保二 能不能保一都不知道 那你想想看中国大陆经济体量很大 所以他能够成长5% 6% 他的一个整体的体量 其实就很大 很惊人 那个教师 连印度都 印度都经济都摔到 他独立70年以来最差的状况 现在整个增长率也都96%多而已了 其实因为他体量 其实相对也算蛮大的 所以这大体量的一些公司 你说成长到一定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经济成长率会面临到一些门槛 就像台湾以前经济成长率百分之八 对不对 那你未来百分之六百分之五 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状况 因为体量够大 所以他总体的一个一个总值 这个应该还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去看看 所以您的言下之意 就是说明年台股要保守一点就对了 保守一点 保守一点 对 好 所以听到没有记得刚刚杰老师所讲的 万一以上不要玩 破万也不要玩 所以台股安全区间应该是一万点到一万千点之间 那当然中介线就是一万零五百点 一万零五百点上下看个股表现 所以个股的轮动节肉非常的快 所以今年整个操作面很困难 主要原因就在这边 非常谢谢资深的证券分析师 金融人老师接受我们访问 我是阮木华 我们就明天再见